碰到油泪火灾却是提水救火 反而是弄巧成拙 有一名网友在脸书上发文说 住家门前正在实施自来水施工工程 但是在过程当中 货车上的汽油桶意外冒火 没有想到起火之后 工程人员提水救火 差点把他们的家就烧了 影片po上网之后 让网友直摇头说 这实在是太没有尝试了 而消防人员也解释 碰到这种油泪起火的状况 应该要使用干粉灭火器 并且赶快报案 货车上的汽油桶突然冒起火来 工程人员赶紧将汽油桶提到马路上 结果火势不断蔓延开 没想到下一秒工人开始提水救火 火势却随着油在水上的流动 越烧越大 一发不可收拾 快要波及住家 大家好慌张 再继续提水桶试图灭火 但这动作让火越灭越大 后来我就掉监制器 我真的觉得很扯 因为它已经烧到快二龙了吧 对啊 这应该是很大的公安缺失了 公安教育应该要再落实了 陈先生将影片po网 说自己父母家差点被烧掉 更质疑现场为何没有灭火器 发生在二号嘉义西口香 进行自来水工程时 工人疑似打翻货车上的 被用油导致起火 工人赶紧提水救火 但回到现场却拼拼否认 没有啦 那有这个问题 三个人都现场呢 像这个人不算是去车头的啦 那有什么意外 油泪火灾发生的时候啊 你用水去灭火 它会扩大营燃烧的那个状况 用AV系列的干纹灭火器 来做灭火的动作 影片曝光后 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认为提水救火 是打算烧整条街吗 还说到底是救火还是放火 太没尝试了吧 面对施工人员错误的救火方式 民众难免心惊惊 幸好当时火势没有蔓延到住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蔡崇吾嘉义报道